网红晚安小鸡与阿闹为了流量到柬埔寨直播 因此导致演遭到柬埔寨警方大动作逮捕 并召开记者会上靠示众 事件引发两国热议 16日网路上流传一段晚安小鸡疑似假逃命的监视器画面 只见疑似晚安小鸡的男子对着自拍棒上的镜头鞭子 走边讲话 讲到一半还会蹲低身子并出现已守护头的画面 贴文指出自称逃跑被监视器拍到影片 还打算晚安小鸡应该改叫一元一串波波鸡 但有网友认为这是刚到时直播接近的画面提到有背包包 逃跑时没背包包 至于影片中是否真为晚安小鸡本人仍有待进一步查证 身长晚安小鸡成人穿 及祖险在这边向监陀寨的身长给你祖险帮钱 其实柬埔寨在西港是一个自然非常好 非常美丽的国家 然后这边不存在任何的网路上新闻媒体所说的有诈骗 帮下贩毒的行为 网红晚安小鸡自称独闯柬埔寨西港省凯伯园区遭殴打 离虐最后被证实自导自演 与另一名网红阿闹同遭检国警方逮捕 检国警方今15日在台湾时间下午3030分 由西哈努克省省长郭宗朗于警局召开记者会 晚安小鸡和阿闹被上靠带往现场 而稍早根据检中时报曝光画面 晚安小鸡及阿闹在记者会中对着检国警方下跪恳求原谅 期望检国政府能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其实检国在西港是一个自然非常好 非常美丽的国家 然后这边不存在任何的网络上新闻媒体所说的 有诈骗绑架贩毒的行为 那我对于这件事情非常的后悔 希望检国政府再给我一次机会 31岁陈姓网红晚安小鸡与同伙阿闹 涉嫌自导自演在柬埔寨遭欧 抢劫 日前遭到柬埔寨警方逮捕 西哈努克省省长郭宗朗15日台湾时间下午3点半 在西努社省警察局召开记者会 就造假影片一案进行说明 晚安小鸡及阿闹也被带到记者会上 两人手部背上靠面路痛苦不发一语 记者会现场聚集大批媒体 警方展示晚安小鸡造假案的一系列证物 包括拍摄直播影片时穿着的被剪破的T恤 军人服装假枪支理发器以及冒充鲜血的红色液体 甚至连替头发的电动减法器也有 柬埔寨警方表示晚安小鸡自称是为了充流量才这么做 并经调查发现晚安小鸡一行人自入境柬埔寨机场时 就开始故意制造话题 使大众对柬埔寨产生误解 我国刑事局表示晚安小基因涉嫌散布故事讯息 被带回西港警局作笔录 依先前类似案例可能会以煽动歧视罪 提供虚假申报罪或非法干涉公共职能之刑事 最进行侦办和移送 没有回台我想回台湾了 我想回家我不敢不敢再来接不再了 被绑在椅子上 然后脖子也被绑住 手也被绑住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问题 但是我真的很想要 把KK圆区里面的现况拍给你们知道 我希望我的粉丝不要被骗来柬埔寨 你知道吗 手抖手抖 对不起 手抖 我跟爱婆 妈妈 还有哥姐我跟她 我出来了我出来了 我身上所有钱都被他们拿走了 三十千美金 包含给 给司机的钱跟旅费 我又回台 我想回台湾了 我想回家 我不敢 不敢再来接不再了 被绑在椅子上 然后脖子也被绑住 然后后来 到刚刚有一个人进来 跟他们讲节目在语言 我听不懂 然后后来 里面两三个拿枪的人 说要把我放走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要把我放走 他叫我 他说Leave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要放我走 我就一直跑 一直跑 一直跑 跑了五六公里 六七公里了 我开这个直播 想要录影保护自己 也想让大家知道说 我已经跑出来了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问题 都是我自己自作自受 我不怪谁 我怪自己而已 我总是拿自己的身体生命 再拼命 这我的问题 这都是我的问题 这都是我的错 你让人家追 还可以拿着自拍棒让人家追 你真的后面人家拿刀拿枪追你 你早就 你早就 那东西他妈的 你好像这样跑了 这样 这样好吗 这样好吗 那个画面早就已经 好吗 那画面还这么好 你是怕人家不知道你在哪里 他一边跑一边讲话 我他妈的 手机大家都有 手机大家都有 如果你要这样拿着做直播 甚至拿一个自拍棒做直播 你让人家追 还可以拿着自拍棒让人家追 刚刚那个画面很稳 他说法子还这样跑 他一定是这样拿着跑 或是这样 自拍棒拿着这样跑 你真的后面 别人家拿刀拿枪追你 你早就 那东西他妈的 你早就这样跑了 你早就是这样跑了 好吗 这样 这样好吗 那个画面早就已经 好吗 这画面还这么好 你是怕人家不知道你在哪里 他一边跑一边讲话 没有被追过 我们不要设定他是假的嘛 假如说 第一个 我啦 我是诈便集团 我今天 我把你抓起来 我拿你的钱 我去替你的头发 到底要 第一个我替你的头发 到底要干什么 我不知道 第二个是 如果我真的要修理你 看过人身上的伤 实在太多了 我们以前常常对打嘛 或是常看到一些 打得很惨的嘛 随便拿个东西 敲你的头 你的鼻子一定是歪的 你的牙齿 已经掉了很多颗 你的脸 这边周遭 一定要缝 一定血流不止 然后你的头 可能也破一个洞 随便拿东西削下去 都有 绝对 绝对血流满面 然后那个瘀伤也会很明显 而且这么短的时间 这么短的时间 就跑出来 真的是满厉害的 柬埔寨当局金律表示 网红晚安小鸡已被警方拘留 且并未如自己在直播中所述 遭到殴打或抢劫 情势局稍早证实 晚安小鸡被指控 涉嫌散布不实讯息 王建立医师 也在脸书颇文 提到晚安小鸡 跑步的不平 约每分钟160 是跑步速人的几率因不小 影片中跑了6分20秒 跑速约为每公里4分钟 9秒钟跑过两根电线杆 而电线杆间距38公尺 因此大概是跑了1.6公里 很三 气温应该接近30度 这颇操 只能说很敬业 网红四叉猫 由于也质疑整起事件的真实性 四叉猫则表示 王建立医师出题了 所以稍微算以下 四叉猫先是用Google计算出 这段围墙长度约120公尺 接着从晚安小鸡的影片可以看出 跑这段围墙的时间为5.43-6.12 所以大约使用29秒跑了120公尺 时速每小时14.897公里 每分钟约248.276公尺 网友也算 要逃命的人最好跑这么慢 还喘成那样是体力有多差 29秒120公尺跑得比小学生慢 要逃命的人最好跑这么慢 刑事局表示 国际刑警科驻越南联络官 将持续与驻外单位及当地警方保持联系 依先前类似案例 柬埔寨警方有可能会以煽动歧视罪 提供虚假申报罪 非法干涉公共职门之行使 最三条罪名来侦办及一送 我国警方后续将尊重当地司法调查 驻越南联络官将持续与当地警方保持联系 晚安小鸡争议事件不止这一桩 据次由电子报报道 圆明警方透露前年晚安小鸡 前夜闯圆明是围了黄金帝国 声称遇到一位游民对他拿刀追杀 跑到一半还拿出赞助厂商的产品押金 警方后来传他道案说明 晚安小鸡才坦诚为金许可擅自进入大楼 但黄金帝国系多位夜组织分无人愿出面提告私闯民宅 警方才用社会秩序维护法送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